支持我們持續修復更多香港優質影片 請like、subscribe和share 多謝大家 由香港移民去英國的華人 估計有六萬五千 十之八九是來自新加 大部分從事飲食業 在英國只要有一份固定工作 任何人都有能力買屋安居 同時下一代的教育還有政府照顧 由於言語上的隔膜 加上那種寄人離下的自卑感 有些華人就把自己關在狹窄的生活圈子裡 對英國社會的情況不默不默 放假有空, 很多人還記情賭博 英國的華人社會只有短短幾十年歷史 一九五零年以前來英國的華人 主要為海員 他們行選來到英國就要跳船上岸定居 所以集中在船澳區域 而且多數經營洗衣業和飲食業 倫敦早期的唐人街也是近絕船澳的 不過現在那裡只是遺留下 零星的外賣檔、餐館和雜貨店 五零年代開始 越來越多新界人以勞工資格入境 而自從人手洗衣, 由機器取代 飲食業就在英國的華人社會一枝獨秀了 成為主要的經濟來源 同時, 唐人街也搬到倫敦市中心的蘇浩區 蘇浩區是遊客區, 亦是無登區 昔前駕布林立, 酒吧、小電影院 甚至同性戀俱樂部, 九部一流, 十部一角 入黑以後更加熱鬧催殘 唐人街位於蘇浩區內 因此令人誤以為華人 跟那裡的色情事業有關 其實只是因為開餐館的華人 貪蘇浩區遊客多, 夜市熱鬧 唐人餐館在蘇浩區越開越多 於是發展成為今天的唐人街 唐人街很多時候令人覺得是 龍蛇混雜, 藏污立救的地區 倫敦的唐人街會不會是例外呢 區諾部的存在, 對那裡的治安有沒有影響呢 至於環境複雜 或者會有這種情形 因為香港人來多了 他們有一種人來到這裡 或者不想怎樣勤力工作 因此他們會由手好閒 同時唐人街也有很多區諾部 或者地下的賭檔 他們就聚在那裡 聽說唐人街比以前複雜了很多 究竟是不是呢 最近是, 因為發生了幾件血案 人命案 是呀, 是呀 因為他們來唐人街 沉了很多那些 新加坡人, 越南人 為什麼有那些人會複雜了呢 他們都是近乎華人的生活習慣一樣 他們都是可以生氣我們一起的 但是為什麼會因為這樣複雜了呢 爭光派當然是到時候厲害的 爭奪當然是複雜的 哪方面的厲害呢 當然是文字 就是做生意 不是做生意 就是那些所謂偏的路線那方面 就是黑社會 是不是 有沒有黑社會 當然有啦 每一個都有黑社會 這些黑社會 跟那些俱樂部有沒有關係呢 有多少 有多少年大 有的當然有多少 而且他們知道 他們出來撈片 會這樣天天吃飽地去 逛街地去賭 就有多少關係 這裏都照我所看 都有一些法律的字 青年人一百幾十個有一堆 一百幾十個有一堆 他們飯飯都有 八二年七月十八號凌晨 一宗縱火謀殺案 就在這類地下俱樂部發生 現場是著陸街三十九號勝利俱樂部 七個死者當中有六個新界人 目前有四個涉嫌 跟這件案有關的越南籍男人 正在協助警方調查 初步估計這件事是跟賭錢尋仇有關的 這件縱火案一度震撼倫敦整個華人社會 令唐人街蒙上污點 又因為案件涉及幾個越南人 和越南華僑 以至不少華人對越南難民存有戒心 英國大約五年前開始收留越南難民 這些難民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國人 也就是越南華僑 由政府特別照顧 有資格入住政府屋 同時可以領取福利金 一對夫婦三個子女的家庭 一個星期大約可以拿到八十英鎊 凡是子女未滿十六歲的 一個人每個星期還可以多幾三磅本 目前大部分越南華僑都沒有做工 靠福利金過活 不過近年來 唐人街的餐館和超級市場 匯用了不少越南華僑 他們當兼職地一邊工作一邊拿福利金 萬富公酒樓在唐人街算是最大的 雖然負用了相當多越南華僑 老闆張醒雄是香港去的華人 他認為 可能越南華僑受到戰爭的影響 那些性格方面 和各方面的不夠習慣 一方面可能是社會制度 因為他在英國有拿這個救濟金 那救濟金他變成有些還在拿著 那出來找工作變成是找外快 所以做工有些做不做都隨便 媽媽夫婦做得十幾天 或者兩三個月就走 你是否知道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只要我看也是有 因為有些結意外 就是一套就像這套路 一套就像這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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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到少了 喜歡做就做不做不做 經過戰爭有沒有影響到你們做人的態度 很大的變 看得很麻煩 經過這場戰爭之後 每個人對於自己以後的人生觀都很大的影響 有沒有影響到工作態度 小不免一定有 因為你現在來到英國 絕對沒有機會你翻身的 做人的觀點 你會不會跟從香港來的那些華人有出入呢 當然有的 他在香港跟我們在越南受到的那種痛苦 完全不同 那是否大家不是很談得來 見證為自己了不起 自己又遭到柳西 或者自己又累得多年 自己又經歷 見了一些看法 和我們的看法不同 結以為結有錢 是不是 那些越南人來的就沒錢了 沒做甚麼 雖然越南華僑和香港去的華僑 都是華人 同港一種謊言 但是來到英國 因為身分不同 經歷不同 難免有多少隔膜 勝利俱樂部縱訪案涉合越南人 因此拉遠了大家的距離 最不好的就是有些男人發生了這些事幹 而牽連到那些沒有發生事幹的男人 就變了很大的影響 好像打架、殺人、放火 發生過兩次 同時你去找工作 他第一句問你先你哪裡來的 如果你說越南來的說話 他靈頭已經有人了 他不請 他怕你多事幹 香港很多父母都希望子女一進學校 就學會一口流離英語 相反 英國的華人對子女進學校以後 滿口英語都感到擔心和恐懼 他們擔心在英國出生的新一代 會失去文化根源 恐懼兩代思想上的距離越來越大 他們三個的父母是來自新界的 父親是大埔人, 母親是錦田人 而他們子弟三個人都在英國出生 目前接受英國學校的教育 上學的時候老師和同學講英文 放學看電視, 電視節目全部英語對白 子弟間自然用英文對話 不, 放學看電視 不喜歡看電視, 也沒有 年紀越小的就越不懂中文 就像一些這麼簡單的猜試 他也聽不懂 幫我去拿眼鏡來 在房間試, 床頭試, 拿眼鏡來 你玩得比較好 在房間試, 在房間試去拿 好, 我們兩兒子爺想聊聊天 或者兩父女想聊聊天 變成嫌疑方面 說得深奧一點 他也不會太清楚 甚至叫他做了一件事 他也不太明白 所以他的英文程度高 我們英文程度低 想兩兒子爺、兩父女談談心事 也不可以 為了消除兩代之間言語上的甲目 很多華人父母 不惜犧牲假期的休息時間 也不顧長途不洩 送兒女上中文學校 這些學校 逢星期六或者星期日上課 每次兩三個小時 只在教識學生 讀和寫基本的中文 越低的學生就越難搞 那些小孩子聽不懂中文 於是老師迫著要用英文補充 打開你的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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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貨 老師一直在教中文 同學之間就一直交頭接耳 全部英語對白 打開我的貨本 打開我的貨本 你選擇學習中文,還是你的父母請你學習? 我的父母 如果你自己可以選擇,你會學習中文嗎? 沒有 為什麼? 我不喜歡 為什麼你喜歡? 因為它很困難,你必須做測試 你覺得學習中文很用? 不是很用嗎? 沒有,我沒有學習中文,我沒有學習中文 你喜歡學英文多點還是中文多點? 中文 為什麼? 真的容易一點 中文? 難一點 為什麼難? 用這些字很難,難一點 學英文容易一點還是中文容易一點? 英文 中文有什麼難? 有些字很難 如果媽媽不帶,不奸你來上課,你會不會上課? 但是,有些小時候就懂得這樣想法 英國出生的新一代,父母擔心他們不懂中文 急於亡陽保路 不過對於那些在香港出生,接受過香港小學 甚至初中教育以後移民來英國的年輕一代 很多做父母的都忽略了他們面對的問題 學校方面,他們面對一個陌生的教育制度 英文程度未必追得上 同學之間,國際不同未必能夠融合相處 對於外國學校那種自由的作風未必可以適應 也都未必懂得在那種環境裡面學習 記者曾經跟幾個年輕人 談過關於他們的學校生活 我覺得這裡的學校很自由 你自己…沒有香港這麼嚴肅 語言方面是…很多…我英文不太行 剛才來的時候一句都不懂得聽 所以有時候先生跟我說話也不懂得說甚麼 剛才來了有沒有被人欺負? 有的,剛才來了,你…黑鬼白鬼 怎麼欺負? 打你有時候,問你拿錢,罵你那些事 來,我來,我來,我來拿錢 拿錢,拿錢 拿錢,拿錢 拿錢 跟隨父母移民到英國的年輕一代 很多除了要適應新的學校生活 還要幫父母分擔家計 特別是做外賣檔的家庭 做子女的要在晚上和周末幫忙 接order,洗菜和炒菜等等 有些新界人仍然不太注重下一代的教育 但求子女能夠幫忙加計,承計衣缽 年輕的一代,從香港移民到英國 對於要生活在一個外國人的社會 往往的觸手無策 在街,在學校,在生活起居的各個層面裡 都能接觸到外國人 有時還會接觸到奇異不洩的眼光 有幾個年輕人對記者表示 那種格格不入的感覺 令他們覺得住在英國缺乏安全感 對於自己的將來 多數是見一步,走一步 一個十七歲還在讀書的年輕人 就這麼說過 很迷惘,我也不知道怎麼樣 如果我回港,我一定沒有事做 我能做甚麼 如果在這裡,我起碼有餐館做 難道在英國 對於年輕一代他們的根 他們生活的支柱 仍然跟上一代一樣 離不開餐館和外賣黨 做父母的來到英國 為了生活一熬夜熬 一天十幾個小時 沒甚麼時間見到子女 見到面的時候 很可能又在外賣檔 大家都忙於做生意 而女兒越大,接觸的機會又越少 加上言語上的甲膜 代溝也越來越大 做父母的覺得子女來到英國 接受外國社會的教育以後 無論生活方式,道德觀念 價值觀念 都漸漸出向西化 受到西方的風俗和教育問題 好像喝酒、吃煙 或者淋女根系 使得她的性格方面都改變了 兩父子喝茶都是各有各付錢的 你吃你,我吃我 因為她逐漸出生 她的生活成了鬼子佬的生活規律 故所的頭腦方面 無論如何都有進入鬼子佬的性質 尤其是她長大了十幾歲之後 她獨立之後 她說這些是我的前途 她喜歡回來看你,看你不看你不看你 現在看小弟哥和那些翻鬼妹來往 女生和翻鬼仔來往 結婚 已經知道了 遲早 遲早 你以為我們去看孫子 也沒有用的 那個媳婦會要你 你今天在這裡吃了這麼多銀 臨走之前結了一條素 對父母的尊敬 少一些 她從小孩已經拿了五磅半 她的印象就是 不是你父母養我的 政府養我的 而我長大 教育父母沒有出過一個線 對父母的因 是否好像淡那些 她招呼 我英文名字是John 她一回來說 Hello,John 她沒有喊老爸 你有沒有辦法 是在這裡很悶的 真的很悶的 希望下一代也很難 移民何駕 牢牢了幾十年 換來的難道只是安定的生活 當初來英國 多多少少是為了下一代鋪路 誰知道今天 子女都各奔前程自立門戶 學外國人過自己的生活 年紀老賣的華僑 很多要靠政府的養老金過活 有些還自己搬開來住 平時就在酒吧打發時間 就像這位老伯 每晚就在這裡等酒吧開門 老一輩移民英國的華人 向來都抱著過度時期的心理 期望一天意敢還鄉, 光中遙早 不過又有多少老華僑 實現到這個還鄉的願望呢? 鬧技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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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